- 韓國三大懸案 - 韓國三大懸案 - 韓國三大懸案 - 韓國三大懸案其中之一的 - 李亨浩誘拐殺害事件 - 李亨浩誘拐殺害事件 - 有一部韓國電影叫做 - 那傢伙的聲音 - 就是在講這一整個誘拐事件的改編 - 那電影版本其實跟事實有很大的出入 - 我們今天只會分享事實的部分 - 案發是在1991年 - 當年是10歲 - 因為小學四年級的李亨浩 - 她家境非常的不錯 - 是住在小歐亭那邊 - 韓國的社區裡面都會有那個遊樂場 - 她就是跟她的另外一個朋友 - 在遊樂場玩耍 - 當晚就沒有回家了 -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當時一樣的遊樂場 - 翁浴呢就是當時案發的公寓 - 叫做現代公寓 - 現在可能你們會覺得這公寓看起來好像有一點舊 - 可是其實在那個年代來說是很好的公寓 - 跟她算是這一個區域裡面最大型的一個公寓 - 那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遊樂場就是當初這個小弟弟 - 她就是在這裡玩耍之後呢就消失了 - 現在除了這個遊樂設施有做一些變動之外 - 其他的地方呢是完全跟當初是一模一樣的 - 最後面的板凳其實也是重新設置的 - 到晚上的時候爸爸媽媽就報警了 - 當天晚上11點多的時候就已經接到了犯人的勒索電話 - 他們要求兩天之內交付7000萬的韓幣 - 就把電話給掛掉了 - 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有點走漏風聲 - 不管是警局還是記者那邊 - 不過為了小孩子的安全 - 他們就是全面的封鎖消息 - 不讓犯人知道有警察的介入 - 或者已經有媒體的介入 - 這個犯人非常知名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的縮密 - 跟非常的聰明 - 包含他有先假裝打電話到家裡 - 接起來以後他就講說 - 我是江南警察署的某某某某 - 你幫我把電話換給現場值班的刑警 - 假裝是警察 - 對 - 可是現場家裡面的警察 - 他馬上就有察覺異狀 - 所以他就用匕首畫腳的方式跟女主人講說 - 說我不在 - 就說沒有這個人 - 女主人也非常激緊的馬上回給犯人講說 - 一般人家裡哪有警察啊 - 你找錯對象了 - 然後就把電話給掛掉了 - 很快的男子就已經開始要討論面交的方式 - 他一開始的時候先叫爸爸開著車到金浦機場 - 然後到金浦機場了以後呢 - 他有做一些非常奇怪的指示 - 比如說到金浦機場以後 - 請你停在上下車的區域開雙閃燈 - 並且你把你的後車廂打開來再關起來 - 他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- 卻又再打電話給他跟他講說 - 請你現在移到市政府站 - 然後他又從金浦機場再開到市政府 - 到了市政府以後又跟他說 - 請你到中午屋的劇場 - 到了中午屋劇場 - 他又叫他再到一家炸雞店 - 他中間還有叫他到一家餐廳 - 可是那家餐廳沒有開沒有營業 - 他又又再打給他跟他講說 - 請你到某一家炸雞店 - 就這樣子幾乎是半個首爾 - 這樣子到處跑了以後 - 最後犯人卻沒有出現 - 感覺跟他前面假裝警察的事情是一樣 - 他是在做一個測試 - 因為他做完這件事情以後 - 他就打電話回家 - 我不是叫你們不要報警嗎 - 你們這樣報警是什麼意思 - 警察一直這樣跟著 - 跟得很緊你知道嗎 - 媽媽一時之間慌了 - 媽媽就說 - 沒有啦 - 我們沒有報警啦 - 應該是爸爸可能一個人會緊張 - 找了認識的兄弟之類的一起跟著去而已 - 其實這樣講有點變相 - 算是就是有人為誰的意思 - 對啊 -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- 犯人陸陸續續在當天之內 - 總共打了16通的電話 - 這就在把票底隔天而已 - 警告他們不要報警 - 只要被我發現 - 報警一瞬間我就會把小孩子撕票 - 第三天的時候呢 - 他又說 - 我們到京埔機場面交吧 - 但是他一樣就還是沒有出現 - 然後又給他一個新的指示 - 跟他講說 - 凌晨2點半的時候 - 請他到中路的教保文庫的前面 - 有一個小報攤那種地方 - 叫他停在那裡 - 後來他們把車子停在那裡了以後呢 - 媽媽她就躲在一個小報攤的後面 - 想要看是不是真的會有人來這個車子這邊取錢 - 果然他就真的有看到附近有一個地下道的出入口 - 有一個二三十歲的男生 - 一直在偷偷地觀察這台車 - 他就跟警察打了PASS說 - 這邊有注意到有一個可疑男子 - 警察因為如果有突然衝出來或是怎樣的 - 要是那個人沒有抓到 - 還可能導致於小孩子被撕票 - 也不敢輕舉妄動 - 警察在小心翼翼地還在盤算推演 - 要怎麼不要打草金蛇的同時 - 那個人又發現異常跑掉了 - 所以他們就又錯失了一次可以抓到他的機會 - 小孩子被誘管的第七天 - 犯人已經表示說 - 我不會再用電話跟你們聯絡 - 在這之後所有的事情 - 我將會用字條跟你們聯絡 - 他就是用電話跟你講說字條放在哪裡 - 親女看那字條 - 在事後他沒有調查那字條 - 上面也沒有留下任何的職位 - 第一個用字條他們溝通的方式呢 - 就是他提供了兩個銀行的匯款帳戶 - 是分別兩個不一樣的A銀行跟B銀行 - 他要求在每一個銀行裡面 - 匯進2000萬韓元的贖金 - 但家屬他們那時候應該是跟警察討論的結果 - 他們決定先匯到一個銀行帳戶就好了 - 原因是因為如果兩個銀行帳戶都匯的話 - 會導致於不知道歹徒會去取哪一個帳戶 - 追棄犯人上面會有困難 - 他們就放在這一個帳戶裡 - 他們就專心只監督那個帳戶 - 可是歹徒非常的聰明的地方就是 - 這兩個銀行呢 - 他們都分別是平常交易量十分非常大的銀行 - 除此之外 - 他挑的這兩個分行沒有CCTD - 等於說他是已經全部- 算計好了 - 算計好了 - 是找一個特別沒有CCTD - 指角多交易量又大的銀行去做交易 - 所以警察在監視上面是非常的困難的 - 都一直沒有看到犯人去取款 - 一直到了第15天 - 他又傳來一個新的訊息 - 用簡訊的喊 - 今天晚上8點交易5000萬的喊幣 - 那時候已經經過兩個禮拜了嘛 - 所以其實家屬比較關心的是 - 小孩子是不是還活著這件事情 - 並且有要求對方說 -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聽聽他的小孩子這樣子 - 這時候犯人就已經開始做一些威脅 - 也就講說 - 你們現在這時間點在要求這個事情 - 你好像沒有很愛你的小孩 - 你好像沒有很急著 - 要趕快用贖心反映 - 你小孩子也贖回來耶 - 你是想要看他死掉嗎 - 比較有點像是揶揄的話這樣子 - 從頭到尾 - 他們都沒有聽到小孩子的聲音 - 看過他們有一個巴巴道的道 - 就是在靠近漢江 - 所有漢江旁邊那一整圈的那條路 - 然後那一條路旁邊會接著很多的橋 - 它就是要求在路上面跟那個橋的中間的接的地方 - 有一個橋墩的下面 - 那裡有一個鐵盒子 - 鐵盒子的下面有我放的字條 - 字條上面就會跟你講下一個指示了 - 並且他交代爸爸說 - 這一次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了 - 好好的表現吧 - 所以最後爸爸就依照指示 - 到了陽花大橋跟我剛剛講說 - 環澤漢江的那一條的交叉處 - 跟他講說你把五千萬放在那裡就可以走了 - 這一次爸爸準備了那個錢包包 - 但是他在刑警的指示之下 - 上面放了十萬塊錢的現金 - 可是下面全部是放報紙 - 當然他們不可能把錢真的放了沒有人埋伏 - 所以呢警察又埋伏 - 可是這時候又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 - 那個犯人他對於整個守護的道路非常的清楚 - 所以他給的指示是很明確跟你講說 - 你放在哪裡哪裡哪裡 - 可是可能在傳達上面有誤導 - 而導致於當初刑警在埋伏的地點 - 距離他們放包包的地點大概有200公尺 - 等到晚上10點15分的時候犯人出現了 - 但是犯人在經過陽花大橋那裡的時候 - 他是直接車連停都沒有停 - 在經過那個包包的瞬間 - 就把他咻抓了就走了 - 他已經離200公尺了 - 你一走過去拿他都不一定抓得到 - 更何況他是咻就拿走了 -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會激怒 - 檢犯的一個方式 - 晚上檢犯人打電話來了 - 這位爸爸裡面滿滿的都是假錢耶 - 看來你沒有很想要你的兒子回去的樣子 - 不過沒有報警還是謝謝你囉 - 就把電話掛了 - 他口氣就是一直有點輕浮 - 然後不太在意的那種感覺 - 隔天的時候他又打來了電話 - 這是目前為止第46通的電話了 - 他跟他講說請你把剩下的錢 - 放在大制洞的一條路的人行道旁邊的一個垃圾桶上 - 可是他依然又沒有出現 - 但是當天他卻跑到了銀行那邊去領錢 -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一個調土迷山 - 他到了銀行領著錢的時候 - 又發生一個失數的狀況 - 因為銀行他們每天的交易量非常的大 - 當初的銀行他就只看到螢幕上面跳出來的一個說 - 這個帳戶目前是被管制的帳戶沒有辦法提領 - 所以當下那個銀行職員也是很直接的跟他講說 - 不好意思現在這銀行帳戶有點問題沒有辦法提領喔 - 犯人馬上就發現原來你們有報警 - 所以犯人當下就逃走 - 欸他如果跟警察串通好的話 - 那不就是那個帳戶有人要來領錢的時候 - 就應該要趕快來抓他了不是嗎 - 他們雖然想要圍堵那個銀行 - 可是那個銀行在監控上面本身有困難 - 他們並沒有告知整家銀行的人說 - 這個帳戶是誘拐犯的帳戶 - 銀行每天交易被鎖起來的帳戶有非常的多 - 有各式各樣的原因被鎖起來 - 不可能每個人都講 - 銀行那裡的制式系統跳出來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- 為什麼受限制這件事情就要另外去調查 - 銀行其實後來他們有出來道歉 - 說他們的確有疏失 - 可能在交接或是什麼上面沒有做好 - 而導致於當下處理的那個行員 - 她不知道這件事情 - 十六天之後 - 嫌犯去銀行領款領不到之後 - 她就再也沒有跟家裡任何聯絡了 - 她就再也沒有跟家裡任何聯絡了 - 小孩子是在1月29號失蹤的 - 她在3月13號下午2點鐘的時候 - 在殘事的一個下水道 - 因為發生了堵塞 - 所以他們早然去清理的時候 - 在那裡發現了李恆號小弟弟的屍體 - 發現的時候 - 因為他是泡在水溝裡面的嘛 - 所以已經嚴重的腐敗 - 只看得出來她的眼睛跟嘴巴的部分 - 有用膠帶纏繞 - 手腳的地方是用尼容繩把它綁住的 - 那時候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- 她是不是先被撕票 - 然後那個犯人再去跟爸媽媽要錢 - 後來法官送醫的結果 - 檢驗出來呢 - 其實李恆號小弟才死了一個多禮拜 - 也就是從1月29號到3月7號左右 - 小弟弟都是活著的 - 而且她從頭到尾 - 她的衣服跟她失蹤當天是一樣的 - 唯獨鞋子幫她換了一個新的鞋子 - 但她的口袋裡面有個寄不棄 - 不過後來證明寄不棄是她朋友的 - 鞋子比較奇怪 - 是一雙愛迪達的全新的鞋子 - 這一點是到現在還想不透到底 - 為什麼嫌犯會買新的鞋子給她 - 不過有一個說法是 - 嫌犯應該是熟識的人 - 因為那時候找到屍體了以後 - 等於說犯人是不是帶了小孩子一個多月 - 大家就有在猜想說 - 如果真的乖乖的給嫌了的話 - 是不是小孩子就不會被撕票了呢 - 這個案子後來是由銀行的行員做了一個畫像的描述 - 藉由她的畫像去通緝了犯人 - 這個通緝犯人的事情也造成了一個軒然大波 - 因為算是當初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件 - 一年多以來他們總共投入了9784名的警力 - 嫌犯總共有420位 - 鑑定聲音跟笔跡的紀錄總共有740件 - 然後很多人舉報那個長相總共有28萬個舉報 - 這一件事情就跟我們上一個分享的青蛙少年事件一樣 - 因為這個案子受關注的程度太高了 -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不得相信的健保 - 這個案件就這樣子到2006年已經錯過公訴時效 - 最後沒有抓到犯人 - 接下來就會開始講一些有關於案件的內容 - 跟當初有鎖定的一些高度的嫌疑犯 - 這個整個背景環境呢 - 爸爸呢他是一家公司的老闆 - 所以他們家家境很不錯 - 所以才會坐在小歐廷嘛 - 小歐廷他們那一代就是到現在 - 都還算是有點像是台北 - 信醫區那種感覺 - 那媽媽是一個繼母 - 也就是他並不是親生的母親 - 據說那個媽媽雖然不是親生的母親 - 但是對兒子還是非常的疼愛有加這樣 - 有非常多的那種專家 - 他們對犯人的錄音檔 - 還有他的用詞跟他講話的方式 - 覺得他非常的高學歷 - 跟是一個非常冷靜、縮密的人 -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剛剛也有提到 - 他對首爾的整個地理環境非常的了解 - 以及他的口音就是完全是從首爾土生土長的人 - 而且我找到的資料裡面 - 他講說首爾其實也是有撒土林 - 他說那個人他就是當地講話的習慣非常的明顯 - 那因為他前後有指示了兩次去金普機場 - 跟他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- 他常常會用到一些專有的那種外來英文 - 比如說訂機票、什麼booking啊 - 或者是check in啊什麼的 - 在那個時代來說還不算是非常苦甜 - 他是在機場工作的人嗎 - 對 那時候就有質疑說是不是在機場工作的人 - 然後所以他要求了兩次金普機場的交易 - 因為他可能對那個地形環境很了解 - 再來就是呢 - 他不是都一直有在那個88道路還有奧林匹克道路嗎 - 那一條道路也是常常你如果要從右邊到左邊的金普機場的時候 - 常常會使用到的道路 - 所以他們懷疑這個人他可能就是常常跑來跑去 - 我有看到一個資料裡面他有提出一些疑點 - 這也是非常多警察支持的地方 - 就是他們都覺得犯人並不是一個人 - 他中間有實驗過一次說 - 叫你去金普又讓你到市政府又叫你到哪裡 - 到了定點他都會指示對方做一些行為 - 如果他指示對方做這些行為 - 他是不是需要有人看著 - 對 - 他又跟他講說那你現在到市政府 - 他又從金普機場拉車到市政府 - 那難道犯人他要跟在這台車後面嗎 - 那他不是很容易被警察抓嗎 - 所以他應該是直接有另外一個同伙 - 就在市政府那裡又在盯著他 - 那本來在金普機場的這個人 - 可能會到比如說到炸雞店 - 至少他們會有兩到三個人以上去輪班 - 而且在這過程裡面他們要觀察他的行為 - 觀察有沒有警察跟還要打電話回家 - 他們覺得他們是幾個共犯 - 只是有一個人代表打電話去誤導警察說 - 他們整個人 - 再來就是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- 最後拿五千萬的現金的時候是車子沒有停 - 咻就過了的狀況嗎 - 你在開車的時候駕駛座一定是在左邊嗎 - 右手邊橋墩那邊一定是副駕駛座 - 對 - 開車的人不可能不停車的狀況之下 - 去把包包抓進來 - 所以副駕駛座一定有人 - 這就更有力的去支持說他們是一群共犯的 - 然後呢我看到一個推論就是整理了所有他打過的電話 - 幾乎在全首爾到處都有打電話的點 - 那這個每一個紅色的點呢 - 都代表他打電話的發行位置 - 那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有親自到金埔機場 - 也有親自到市政府那一帶 - 蟬市這些都有 - 但是整理到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呢 - 他週末是不打電話的 - 他上班時間是不打電話的 - 他就只有傍晚的時候甚至半夜的時候 - 或者是平日的時候才會聯絡 - 這讓人聯想到他是不是一個上班族 - 而且是一個有家事的上班族 - 可能週末的時候會有家族活動啊 - 不能起疑的 - 讓人家覺得他是有家事的一個人 - 最讓人比較唏噓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- 推斷那個小弟弟大概是3月7號8號左右遇害了嘛 - 但是在3月4號的時候呢 - 在蟬市站的那個大路口 -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公寓 - 在那個公寓他的一樓也是有遊樂場的 - 有四個小孩子跟一個媽媽他們在那裡玩 - 當時這個李亨浩小弟弟呢有跟他們一起玩 - 當天不是很多誤報嗎 - 所以他們去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- 拿照片給媽媽看 - 媽媽說百分之百就是這個小弟弟 - 四個小孩子也指認無誤說 - 對當天就是他跟我們一起玩的 - 而且附近的那種小雜貨店 - 有老先生指認說 - 他常常會自己買一些零食吃 - 發現他的屍體的時候 - 他口袋裡面有大概2000塊的行元 - 讓人無法理解的就是他其實有自由活動的時間 - 甚至於有跟人家玩的時間 - 可是為什麼他沒有回家 - 包含這些所有的事情大家聽完了以後 - 我現在要開始講嫌犯的事情了 - 總共有三名是當初最多警察鎖定的嫌犯 - 第一個嫌犯呢他叫做金先生 - 他當初呢是在金谷機場那邊工作 - 而導致於被鎖定的一個人 - 原因呢就是因為他的筆跡跟嫌犯的筆跡非常像之外 - 當初這個AB兩個銀行的帳戶使用的假名 - 正好跟他的親戚 - 好像是他的妹妹跟他妹妹的老公 - 正好差一個字 - 那以警察的意思是說 - 通常人在心理上面會有潛意識的使用你知道的名字 - 以及在這兩個銀行帳戶的假的地址 - 上面後面的棟數跟戶數的地方 - 正好跟他實際的地址也是一樣的 - 巧合太多了 - 而且呢他本來是住在禪室的 - 我們有那個發信地點的那個位置圖嘛 - 其中有一個發信地點呢 - 是在他妹妹的家的位置 - 所以他就是非常大的一個嫌疑犯 - 可是呢就僅此為止了 - 可疑的地方好像是嫌疑犯 - 有可能是他的這些 - 你總不能說用潛意識去定人家罪吧 - 在這之後他們找不到任何具體的證據了 - 所以最後這個金先生也是沒有辦法起訴 - 第二個媽媽是繼母 - 所以他本來是有親生母親的 - 親生母親那一邊 - 有個理性親戚也是被鎖定的 - 這個小孩子他在被綁架的當天 - 附近有一家也是在江邊一個小店的目擊者 - 他有看到有一個二三十歲的男子 - 戴著這個小弟弟 - 他說當天他會注意到小弟弟 - 是因為他還穿著制服 - 所以他覺得這個時間為什麼這孩子會在外面晃 - 他說那個小弟弟叫了那個男生三寵 - 韓文的三寵有很多的含義 - 可以解讀為舅舅的意思 -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- 另外有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- 講出來大家可能下面都大喊說 - 壞人就是他啊 - 那時候他們有用那個聲紋對照的 - 人的聲音的紋路 - 其實是跟指紋一樣是獨一無二的 - 聲紋對照機這個東西呢 - 是FBI他們也採用的一個犯罪證據的對照的東西 - 他誤判的機率非常的低 - 但是他又不能說非常確切的 - 一定可以當成一個誠堂證供 - 他們聲紋對照的方式是拿一段 - 嫌犯曾經說過的話 - 請你硬一點 - 再拿你這個聲音去對照你的 - 但他對照出來的比率有92%的相似音 - 還這麼高喔 - 對 再來一點是什麼呢 - 他第一筆的屬金是講了7000萬對不對 - 當初親生母親在跟這個爸爸離婚的時候 - 他拿到了7000萬的賛養費 - 不知道是弟弟還是哥哥的這個人呢 - 公司經營不善而導致於破產了 - 他一直對於自己的妹妹或姐姐 - 拿到那7000萬的賛養費 - 卻沒有出手相助這件事情 - 一直懷恨在心 - 所以一開始開出來這個7000萬的時候 - 也變成是一個疑點 - 怎麼會這麼臭巧就正好是7000萬了 -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- 就是從頭到尾的小孩子 - 是不是都沒有被換電話的父母 - 他們都推斷說很有可能是小孩子 - 在接電話的那一瞬間就會講 - 就會講犯人是誰 - 非常有可能啊 - 以前說媽媽我跟舅舅在一起 - 跟小孩子 - 他如果可以被說服自由活動又不回家 - 那一定是認識的人 - 因為他不可能跟陌生人在一起 - 不會吵著要回家 - 一定是哭得一把鼻涕巴眼淚的 - 他有一個最關鍵的地方 - 他失蹤的那個遊樂場 - 這一次我們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的原因主要是 - 這跟案件有關係的就是呢 - 現場的狀況啊 - 那時候他們說一定是熟識的人的原因是因為 - 它跟其他旁邊的這些公寓是分開的 - 其他旁邊的公寓是分開的 - 其他旁邊的公寓這邊都有渣欄 - 它除了這條路它沒有任何的分路 - 出去以後外面那邊就是一個大馬路了 - 所以以媽媽來說其實會覺得 - 這是一個很安全的遊樂場 - 跟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遊樂場 - 它的後面旁邊很近的距離就是一整棟的大樓 - 如果小孩子他是在這邊是被硬性拐走 - 就是被盧走的的話呢 - 應該可以聽到他的求救聲尖叫聲 - 這邊所有的公寓裡面的人一定會有人聽得到 - 變成其中一個覺得一定是他熟識的人 - 甚至是親戚認識的人的一個有利證據 - 那因為整個案子呢 - 在1月被綁票以後就知道3月確認他被撕票以後 - 才正式的開始扶上他那邊去跑嘛 - 所以正式偵查以後等於是兩個多月以後 - 他們就是約了這個理性的嫌犯到案說明 - 但是理性的嫌犯表示呢 - 她當天要去法院 - 所以她是跟家人下了釜山 - 當天她有在釜山的證明 - 然後她從釜山回來的時候 - 她說她單獨在慶州睡了一晚以後再回到首爾 - 這證詞很可疑啊 - 可是她拿出了包含她去慶州當天觀光的門票 - 她住的飯店的收據 - 高速公路的所有的收據等等 - 她全部都用證物去交上去了 - 她證物太齊全也非常可疑 - 而且犯人不是只有一個人啊 - 所以呢警察還是有繼續去挖這條線 - 他們就懷疑說她不是一直約在金谷機場嗎 - 想說她是不是跑去搭國內線的飛機 - 所以他們又去查了所有的旅客名單 - 但是都沒有查到她 - 第三個呢就是在那個小孩子失蹤的那個公寓附近 - 有一個修車場 - 這個申先生被懷疑的地方就是 - 她看起來狀況比較需要錢 - 跟她的長相跟那個畫像有一點像 - 跟她的聲音也跟犯人有一點像 - 就僅此而已 - 所以她也是被列成三大簡易犯的其中之一 - 綜合以上所有的觀點呢 - 最可疑的那個李先生啊 - 最後就是因為她的不在場證明 - 跟檢察官這邊沒有辦法提出更多的物證 - 因為沒有指紋什麼都沒有 - 你只能靠著一個92%的聲紋辨識 - 這樣是沒有辦法起訴人家的 - 導致於最後這個案子不了了之這樣子 - 這個案子受到當初非常大的關注 - 就是一年以來投下去的警力 - 大家就可以看到 - 我想知道那件事這個節目呢 - 他們一樣有對於這個案件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解說 - 這一個案子是他們這一個節目 - 整個歷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案子 - 而且在這個節目播出來了之後呢 - 警察局那邊又有瘋狂爆炸的檢舉電話 - 就是聽到那個聲音很像的 - 但最後還是都沒有一個結果 - 爸爸在1991年也就是事發當年的9月的時候 - 爸爸就把家裡也賣了整個搬離那塊地方 - 嗯 - 2006年的公訴失效過後呢 - 2007年的時候就是上映了那個人的聲音 - 這部電影就再次的造成了大家的助力這樣子 - 以上是我們韓國三大懸案之一的 - 李恆浩誘管事件的分享 - 那如果你們覺得我們分享很有趣的話 -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- 好不好我們開啟小鈴鐺喔 - 這是伊娜 - 我是台灣牛 - 掰掰 - 不好意思 - 今天你好嗨 - 《你坐在餐廳的城市裡》 - 黑咔子升降下來 - 《你看到香港以後數據說》 - 北京區尋找到了 歐巴尔 - 飛機右股的城市場 - 門路上方式發展 - 那叫市場 - 上了嗎 - 中間裡要上車 - 河門外面後面 - 潔機場 - 鑰匙圳的相關 - 現在大門外面後面 酷 对这方面的讯息如果还有想知道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 如果我这边韩国找到还有更多讯息的话都会再跟大家分享哦